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要讓各位知道 你在Photoshop裡面 2D的圖片 怎麼樣把它變成3D模型 這裡面呢我們有列出很多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 那首先呢你在使用之前我這裡有一些 就是我們這篇文章裡面的範例 你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呢你可以看到1234567 總共有7個 你可以把這些檔案先把它下載下來 都是PSD的 像這樣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但是有一個不要了就我最右邊這一個 因為這檔案比較大800多嘛 他就是我全部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分開像這樣一個一個把它下載下來 這樣了解嗎 你就一個一個把它下載下來 比較大的那個你就不要 就是這個2D明信片的 允許多個 OK我這樣都打開了 那待會呢你就可以先把這個 方理檔先打開來看 那麼 我們在這一邊呢 各位你在下載過程裡面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呢第一個叫做3D明信片 這個 比較接近各位平常 你如果一般你在做變形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 我們要做成像這樣子的感覺 你要做成像這樣感覺的時候 一般各位剛開始 你會發現 你最常用的就是變形工具裡面不是有一個自由變形 或者是透視 對不對 或者是傾斜 你可能會用那種方式去調整 所謂的透視角 那 這種方法呢 3D明信片在Photoshop裡面的方法 這種是沒有厚度的 也就是說他只有一個透視角 但是呢這個就好像紙一樣薄薄一片 所以呢如果說未來各位你有機會上到 你們三年級的時候會有一個軟體 叫做after effect 在動態視覺裡面 目前應該是邵老師上的 以前都是有上的 那 這裡面呢 我們AE就可以做所謂的2.5D 這種一般我們就稱作2.5D 也就是他是沒有厚度的 3D 那不見得一定要做3D鏈對不對 我們在視覺上 在動畫上 你所看到的立體 事實上也是3D的 好那 這種呢 我們的應用也很廣泛 所以呢 你可以試看看 像我剛剛這邊已經把 這個下載下來了 你找一個2D明顯片 我就用 Photoshop把它打開一下 裡面有做好的 然後呢也有我們的 這個範例打開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 好 這個是我已經做好的 你可以 先把這個眼睛關掉 那原始檔在這裡 圓圖 我跟你講 也就是說我已經先幫你找了一個 圖放在後面了 那你要把這一張 怎麼樣轉成我們剛剛這一種的 能夠擺過去 那你點到這個圖之後呢 你可以找到我們有一個面板叫內容 當然你也可以從這裡 也可以從這裡 那我先把一個內容的面板叫出來 你還記得我們 在這邊 通常都是 跟什麼 內容 對 在這裡 點到他 那 看一下 你就來這邊 檔案 你從這裡好了 新增 好 那 我現在呢 就從這邊 他有內定的 也就我們在Photoshop裡面有一個來自圖層的網絡 有看到 你可以從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明信片 這個就是內定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找到 前提當然是你要先選到這個圖層 把他眼睛要打開喔 眼鏡沒打開也是不行喔 按下去 他就問你要不要變3D 有沒有 好我們就等他一下啦 好這樣就好了 今天 你可以調整一下 對不對 還記得我們上次強調嗎 你要先調遮影機啊 所以先從這裡按住 拖曳一下 有沒有就是一個立體的 對不對 有沒有感覺他沒有厚度 那你說用這種方式跟你用那個透視角 變形的方式去調有沒有不一樣 有啊 以前透視角方式你雖然可以很隨性 可是 你要改角路就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對不對 所以呢 一樣的 你把它轉成明信片之後 請你怎麼樣 先把我們的網格狀 網格狀先跟 比如說以這張圖片來講 我是不是要跟這個桌子的 這個透視角 平面是不是要對齊 所以你就把你的網格狀怎麼樣 先弄過來 好 我先找找找 來 轉一下 轉一下 轉到你感覺跟他比較接近的 這個角度 有沒有 你可以用後面的去看 那你也可以把它拉高一點點 可以看得到 那為什麼中間 這裡沒有 因為他本身後面有一個圖片 所以你可以先 拉過來 比較看到網格做的地方 你來這樣做調整 這樣有沒有我的透視角 你看 我可以找誰跟 這個地方做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條線 桌子上是不是有這個 你也可以用這個 去對 這樣OK嗎 當然因為以我現在來講 我待會我會把它平移過來 所以我就這邊 拉過來 我確定 我的角度對的時候 我就可以拉過來 那各位你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用3D明信片 他預設是不會產生陰影的 我們陰影必須要自己打開 他跟其他的模式比較不一樣 其他模式我們預設就是燈光來了 然後就會怎麼樣 會幫我們產生陰影 可是呢 用3D明信片這種方法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們進到3D這裡來 有沒有發現這裡沒有燈光 沒有以前的那個無線光有沒有 所以呢 這邊如果你用3D明信片的話 你必須要自己增加燈光 你就來右下角 在這個3D面板的右下角 有沒有 新增無線光 或者是你要用點光 都沒有關係 我就先用無線光把它按下去 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我們就有一個燈光跑出來啦 有沒有 這樣 那你就可以看看 你的 背景 跟我們的 這個 桌子 對不對 好 那個 方向 是怎麼樣 那你如果陰影要羽化一點 就這裡打開一點 他就會有一點點的羽化的效果 就不會那麼硬 這樣有沒有了解 當然這裡還有一些缺點 我們可以再改善一下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再來看看喔 好吧 你先 試看看 能不能把你的一張平面圖 就把它變3D 再加上陰影 那麼呢 那麼呢各位你現在 有了一個基本的東西之後呢 你來看一下就是這裡其實有一個小問題是什麼 就是在這邊 各位有沒有發現當我們打了燈光之後其實你的照片的亮度事實上只有改變了 對不對 跟你原土的亮度不一樣 因為他會受到燈光的影響 那當然如果你不希望說 我的模型 上面的這些 材質受到燈光影響的話 其實你可以點到你的這個叫場景 場景這裡 我們在3D塗層裡面有一個叫場景 那你點到他之後呢 我們上面 內容面板會跟著改變 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不同的所謂的預設級 他有不一樣的呈現方式 那如果你想要讓他完全不受 燈光影響 你可以把它選擇未照亮能力 那這個呢就跟我們之前不打燈光意思是一樣 按下去 有沒有 你的 照片 就不會受到燈光影響 那你在這裡雖然看到後面有一個 這樣子但是不用擔心他 真正認得之後這個是會穿透的 會穿透 只是說我們在 處理的時候你可以透過這樣 那你看這裡還有什麼 像什麼素描的啊 有沒有發現 有點像我們在用 Photoshop去做影像處理的概念 就是說他照亮的方式 這個場景他呈現的方式 他有很多種不同的 你看也可以就景深的對 所以那他就是只有黑白的 然後 髮線線條桿 這個大概 這一種的大概差別比較少 左色的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的 然後你看 只有邊框的頂點的 這個比較看不出來 因為目前 他是只有 那個 一個面而已 他沒有立體的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說你有需要 就是把他的燈光 就是 不要讓他受到 燈光影響 你可以點到我們的場景 在這邊 去做一個調整 這樣OK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你如果 一張圖片 你想要把他轉上 成所謂的2.5D 那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叫做明信片 來完成 就要把他承認 我想要把他承認 想要把他承認 要把他承認